靈活小白錠 行動不卡關 勇德生技軟骨素膠原錠 邀您貢賞 醫師好辣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接下來我們會帥哥好辣醫師團 身為專業醫師 醫學相關知識 當然是難不倒 我們的好辣醫師團 但對於生活常識 我們的好辣醫師團能過關嗎 吃飯小護理師 五熊 嗨 大家好 今天其實不能講醫師好辣 是醫師好笨 今天我們考的跟五位醫師 跟平常醫學不一樣 一點關係都沒有 不是一般的生活常識 所以才會成交陳映吳老師 我們覺得醫師每天 在眼裡都是開刀服務病人 對 都整首下班 很聰明 很厲害 應該什麼都會吧 下班都是夾娃娃 電動 什麼 但是他的日常生活 到底是不是生活白癡 所以我們今天五位 來好好考一下 沒有 你也要參與 為什麼 因為你平常主持這麼多東西 這麼辛苦 一直在工作 也想知道你在生活上 到底聰不聰明 我也是前兩年才知道 你原來這個水電會是 兩個月繳一次 什麼 對 而且好說 有時候人家問我 統一發表去哪裡 對 我都還不一定 講得出在哪裡 就像我剛剛有問你說 那個衣服要怎麼洗 你也不知道 對 所以說當然 因為我們就是 所謂上班下班 都有人伺候好 他們幾乎也是一樣 連開刀都有助手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生活上 我們今天考驗大家 你把這個位置留給我 是不是 沒錯 這是寶座 就剛好在正義師旁邊 你們同輩的 沒有 他年齡給我看 等一下 你這樣一個人應付得來嗎 我不管你了 我不管你 好 又要考試 來 看看到底誰比較聰明 第一題請出題 這個啦 我跟你講 就這裡 這裡 那個 我昨天才用 昨天晚餐我才用 因為我怕大家抄我的答案 我還是從那邊 從那邊開始講好了 為什麼要我第一個 你最年輕啊 要講 還不為什麼你第一個 來 你講 這裡 只有一個把手嗎 還是兩個 只有一個 而且是右邊 請問他的作用是什麼 只有一個把手 就是長這樣 就這麼簡單的問題 還要想那麼久嗎 我是看不太清楚 我近視蠻深的 沒有看過的大桶 電鍋 就這樣子 所以你答案是什麼 讓他 掛什麼的 掛什麼東西 掛 我看醫師這樣 我很有成就感 你說掛什麼東西 他總有掛過東西 可以比方說掛那個 飯匙 就是 他有一個動作 讓那個飯匙可以放進去 成立 成立 來 第二位 彤勇翔的意思 我知道答案 對 我知道答案 那個就是把那個 鍋蓋拿起來 就卡在那個旁邊 對 你有在用這個 我小時候就有看過阿嬤 在使用大銅電鍋 對 那不一定對 這寶醫師 這個 我們通常見賢思期 竟然洪醫師這麼說 我基本上根據我的邏輯思考 阿嬤講的一定是對 應該是這樣 對 那個超級嗎 這招有點厲害 超級鞭搭的 新的設計 我跟你講 新的設計 這個你看到沒有 平常他們講的 我露露等著 對 現在都說不上來 有點心虛的感覺 所以你說不上來 不過放鍋蓋 什麼放飯匙是可以用 所以你就放飯匙還是放鍋蓋 放鍋蓋一樣好 鍋蓋 來 不過說實話 我家裡的為什麼沒看到這個 對不對 其實都有 所以你們都不知道答案 我常常在用 都沒發現 所以剛剛是洪醫師講說放鍋蓋 對 放鍋蓋 我覺得先要放飯匙吧 盛完飯這樣嗎 這剛剛好啊 你鍋蓋怎麼放 鍋蓋很簡單啊 就是這個樣子啊 這樣好危險喔 這不會掉 不會掉嗎 這完全不會掉 像新的電鍋 都是直接打開 就連結住了 那是舊的啦 對不對 所以洪醫師有在煮飯嗎 謝謝阿嬤 謝謝阿嬤 來 放鍋蓋 正確解答啦 其實它最主要當初設計 是放鍋蓋 後來大家發現飯匙也可以用 但其實這還蠻重要 因為我們通常鍋蓋 有些人一打開 其實最好像湯也是 就是鍋蓋是要反過來放的 但是很多人就覺得危險 然後又不穩 因為它的那個黑色頭 有些是做比較偏遠的 會一直晃來晃去 但有些就為了方便 它就直接整個鍋蓋 這樣放在桌面 其實這是不對的 因為我們剛剛煮完東西 裡面都是熱氣 這樣直接放 很多家裡的餐桌是木頭桌 然後有熱又有濕氣 桌子久了就會變色 甚至因為吸了水氣 木頭就會凸起來變形 所以要這樣放 這樣子 對 其實大銅電波 大家猜猜看它已經多久的歷史了 50 80吧 80 就是它是1960年到現在 我家有第一代的 到現在還可以用 對 但是說實在第一代的 確實沒有那個鐵鉤 所以沒有這一塊 對 那所以剛才 新的水氣 那我們就 那就是第一代的 我是果初年的 這一師三也是第一代的 剛好有一個劃分 我們知識自己 這個年代 只有年代 對 其實它外觀 功能沒什麼變 但是一些小細節 還是有做一些改變 然後很多人還做一些很妙 不要有沒有聽過以前留學生 還拿外鍋直接炒菜 或是吃火鍋 這個很重要 對 直接在裡面吃火鍋 那其實比較不建議 是因為以前的外鍋的內側 還是鋁的材質 所以直接在那邊料理 料理有時候 還是有一些酸的東西 都還是比較不建議 其實我要先講一下 這個鍋蓋 現在很多 像我太人喜歡買一些 生活的小道具 其實我們家就有那種 鍋蓋整個放在旁邊 像有那種 鍋蓋架 對 其實反而會更方便 因為我們不想這樣 是啊 對 生活一直在進步 所以我們的生活智慧 也在進步 但是我要講一個 生活智慧有時候很奇怪 就是鍋子好像沒有隨著 我的智慧在成長 所以我要講什麼呢 其實我小時候 我們家也是大龍堅鍋 因為小時候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 也是要食而同 回家自己煮飯 所以我們家的飯是我在煮 那怎麼樣洗一米啊 洗得乾乾淨 早期都這樣 然後煮飯 我那時候 我媽教我的就是 你這個內鍋下去以後 然後你要煮飯的話 就是一個 如果稀飯 就約不過兩個手掌厚度 結果因為很久沒煮 我因為我太太 我結婚因為我太太把我家裡 料理很好 有一天 他剛好有一段時間 三五天不在家裡 我就當然要那個 附帶母子 我就要展現我的慈愛 我就煮一個飯給我兒子吃 他差點沒講說去上山砍柴 說得悲慘耶 飯我特別煮囉 結果到回來之後 他們就滿心期待 鍋子一打開 那我就說怎麼可能 我從以前煮了 差不多五六年 我學生時代煮 就是一個手掌 你手變胖了 結果我後來再怎麼煮 好奇怪 結果我發現有的鍋 因為後來就不是 大同店的鍋 對 也許設定有差 結果我後來被我兒子當笑話 你知道 一個這麼認真 親親可可的男生 問一位全家煮一頓飯的時候 不小心煮壞情 要給他鼓勵 所以他們每次拿來當煮笑話說 爸爸煮飯都會比稀飯還要稀 比較難 但是我要問一下就是 其實是正常是要放 對啊 其實現在比較簡單 就是一杯米一杯水這樣的方式 那當然電子鍋就更方便 幾杯米它都有 因為現在家裡有這個還是有 對 像我家裡好像也有 對 然後外鍋 大家還會有些人傻傻 就是說一杯米 那裡面一杯水外面也一杯 那兩杯米的話 外鍋也兩杯水 其實不是這樣 兩杯左右的飯量的話 外鍋的水大概就是0.5到1杯 我才多放一點水 為什麼煮起來會那麼稀 它不是會自動煮到一個 但是因為它沒辦法 把水全都吸到米裡面 它自然就會變成多餘的水 就像粥一樣的效果 那我如果再按一次呢 我換了邏輯就再按一次 這樣是稀稀的 但是你的水量 如果真的是多很多的話 它無法吸了 而且在這樣煮硬煮的 它會變成這樣軟軟爛爛的乾 它不會真的好吃 對 好 第一題算洪永祥意思答對了 第一題表現很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題 請出題 寫版題 筆蓋上為什麼要設計一個小孔 這種 這種的 筆蓋上有一個孔 有 你們仔細看 有 像我自己的這一個 也有很多小孔在裡 對 這樣一圈的小孔 它有一個洞 它有三角形有三個孔 對 它的問題問 這上面為什麼有 一個洞 對 每一家不同 有些是一個洞 那你們寫答案嗎 寫一個洞 它的作用是什麼 我這個沒有 沒有孔 對 可是沒蓋子 對啊 我以前沒注意 按壓的就沒有 這種有蓋子的就會有 真是 很奇妙吧 好 來 來 請亮的 來 它說因為有空氣 容易拔出來對不對 好擦好拔 它是會好 好擦好拔 我把學理寫出來 因為要平衡 平衡 跟好拔 避免真空拔不出蓋子 防止墨水乾 乾掉凝固 我個人答案是 因為我常常在寫鋼筆的時候 對 寫著寫著後來會 水會結硬快 我覺得那個密不透風 常常 我覺得應該透風可能它的 就不會這麼容易 寫下去變硬了 防止墨水乾 很專業 但是到底答案是不是呢 聽我們的指老師來解答 我剛才以為這一題 醫生們應該會全雷打都答對 沒想到 答案是 其實是為了要防止窒息 讓墨水更順 我們對的 對不對 對 然後其實它有兩個 第一個 一開始是只有圓珠的那種筆會做 它其實就是讓它裡面的壓力 是平衡的 然後比較順 但後來甚至國際上有規定 就是ISO有規定 就是只要是筆 然後除非你是真的很大的 像那種彩色筆那一種 所有的筆它都是要有小洞 其實是主要是為了防窒息 就是筆不管哪一種類型 它其實都要防窒息 筆會窒息嗎 因為它的習慣是因為 因為它說像筆啊 有些小朋友 他後來一開始吃手指頭 然後開始念書 他可能就媽媽說不准咬手指頭 他就會咬那個蓋子 然後或者像大 有些人會有習慣是用嘴巴 去把蓋子咬開 那就很容易吞進去 那有小洞的話 至少讓空氣流通 你說小時候 小朋友吞進去的時候 還有氣流通 對 然後所以ISO11540 後來就規定任何的筆類 除非是像那種什麼 鋼筆 那種可能有珠寶的筆 或者是真的是非常大 到嘴巴放不進去的 所有的筆都要有小洞孔 我剛剛有看 它就有三個孔 所以家長也可以稍微留意 就是買的時候也要看一下 如果有的最好選這一種 等一下 如果有孔的筆 它會怎麼樣 你好 對 所以麻糬應該做有洞的 因為那個老人家 他好像咬到給心 其實 這個應該是 不過剛剛像 105老師說的很有道理 其實小朋友 真的很容易誤死很多東西 除了像這種 鉛筆筆蓋外 其實還是會怕一些像 或者是家裡常常見到那種 叫 這些東西 那我剛剛提的這些東西 裡面最危險的 其實是扭扣電池 我以前在醫院 那個當組織醫師的時候 就遇過一個四歲的小朋友 小朋友把家裡的那個一個 一個雜物盒的東西全部拿出來 所以他也不確定 他到底是吞了什麼 那就很著急 就馬上帶來醫院 那其實我們就照X光就可以看到 真的他肚子裡有異物這樣 那就一顆圓圓的 那一顆圓圓的從X光 我們也不知道到底是電池 或是一塊硬幣或什麼的 所以後來沒辦法 因為萬一是電池的話 就會有一些危險性 因為電池它會通電 然後電池只要在人類的黏模擬 跟黏模接觸以後 它就會慢慢放出腐蝕性物質 而且一般很快 可能兩個小時到四個小時 腸胃道就會直接穿孔就破了 像這麼小的小朋友 假如破掉就是很危險 後來我們就只好找麻醉科 然後我們醫院 因為沒有小兒腸胃科 所以就我們成人腸胃科 硬著頭皮 就拿那個給大人做的胃鏡 有一種是從鼻子的 就是比較細 後來結果真的居然看到 它真的胃裡面是一顆是扭扣電池 就還好真的有做進去 因為假如那顆沒放進去 放進去再擺幾個小時 可能小朋友就會有生命危險 對 還好把它拿掉了 還滿幸運的這樣 對啊 我曾經有個表 它是電池我不知道 很久嘛 然後走走走也沒問題掛 突然有一天它不走 我就拿回去說 我這個表不會走 他說你多久沒換電池 好幾年了 結果一打開裡面 腐蝕了 它就趕快清洗說 你還好趕快現在拿來 如果全腐蝕你就斬了 那個機心就壞掉了 整個都壞掉了 所以我才知道原來 電池過期會流那種 湯汁 對 所以你看放在胃裡面 非常危險 是 好 剛剛我們算半分 因為我們拿 兩個一半 不是 但是 真正重點是生命安全 對 其實主要是 因為你們是醫師啊 主持人是特強的半分 因為大家也沒想到這個 因為它該吞的東西 真的很多嘛 好 第三題 好 得半分了 好 第三題是什麼呢 請出題 寫版題 小二數學題 請問 一包巧克力有八顆 桌上有五包吃完的巧克力 一共有幾顆 什麼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這個是腦筋器長嗎 腦筋器老闆 對 是數學還是腦筋器 這正常題目 它小二數學題 表示它是正常的題目 對 這一定有限定 這不是 一共 是現在還有幾顆嗎 還是 原來有幾顆 好 謝謝 好 四十的老師應該說 不能問問題吧 一包八顆嘛 五包就四十顆 吃了五包 到底在公司那邊 他們真的是 其實現在爭議就是在那個 對 是原來有幾顆 還是現在還有幾顆 我先講我的答案 我答案 我認為是四十顆 不管你是吃完 或者存在的 它存在有四十顆 吃到胃裡也是四十顆 所以幾顆巧克力 應該是四十顆 來 你們可以抄我們 對 原來有四十顆 現在試一下零顆 對 所以你的答案是四十顆 對 那是小二的題目 小二你不應該考邏輯 K理思考 對 就是一個算數 對 就直接了 四十顆嘛 就這麼簡單 還有人寫零的 這不太好笑 小二 你說 現實生活是這樣子 就沒了 我們現在眼見為憑 我知道原來四十顆 可是吃完了就是零 然後教導小孩要說實話 你不能跟他說 這有五包四十顆 現在沒有了 可是我問小孩 你剛剛吃了幾顆 一包八顆 我吃了五包 四十顆 對 好 來 這一題的問題 我本來想說是不是零顆是不是 不是 他在考那個 還有有沒有打出A幾顆 好難喔 對 譬如說應該要先八顆 想要比較像主持人 對 這就是八顆 八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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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應該說哪一個放在前面 到底包要在前面 還是顆要在前面 所以八顆乘以五包 然後等於四十顆 還有寫個A四十顆 要檢查的時候一定要看單位有沒有寫上去 我知道 我都叫我小朋友這樣子 但是五成八還是八成 那如果這樣 我們這樣寫就被他砸錯了 因為他要講的道理 那個到現在還在作弊啊 對啊 趕快加一個顆這樣 他說要寫單位 趕快把單位寫上去 我想說 所以你覺得四十顆 吃完也是 對啊 要不然我也不知道 我想寫零絕又怪怪的 其實我覺得這一題非常簡單 大家都有影響太多了 因為他的重點呢 是擺在吃完有幾顆 你吃完有幾顆 所以直觀就 吃完就是零顆啊 答案就是零啊 忍就吃了正直嘛 對啊 就是零啊 你就桌上都吃完啊 好 那小朋友 你剛剛一包巧克力是八顆 你吃了五包 你總共幾顆啊 我吃了四十顆啊 吃完 就是吃完到肚子裡不是四十顆嗎 沒有 我們不會說 桌上是零啊 是說桌上有的話 沒有的話 桌上就沒有 這種題目哪來 怎麼難怪我們下一代變笨呢 這個中文不及格 這個題目中文不及格 對啊 你看我們對不對 他沒有寫就現在就幾顆啊 這裡面只有一個人寫零刻的 你剛剛中文啊 歸出心啊 這個數學起來是自然極 自然極就是零 桌上有幾顆就成幾顆 幫我說說話了 你說 剛才瓜哥書上寫會變笨 那一說保仁醫師 不就是那個變笨的結果 你不覺得他像大同寶寶嗎 我們回歸出心啊 真的啊 就這麼簡單說吃完就零顆 對 我覺得他其實有點 說實在還是有點腦筋急轉彎 因為大家會想到的是 吃了幾顆這個 對 但是其實他是要告訴你 吃完了 所以桌面上現在 我們被那個什麼小數學的 他提議不清楚啊 他沒寫吃完了什麼 沒寫啊 這題目就是整女兒了 好啦 保仁哥有一分 你選 你選零是不是 我選零嗎 他有一分 他有一分 好 沒關係 後面還有很多題 我們看一下第四題 請出題 每個年代都有不同的流行用語 像是XV代表大笑 魯蛇代表魯蛇 失敗者 如果有人說你GG了 請問GG是什麼意思呢 1 居心叵測 2 升值器官 有選項 3 完蛋 舉牌就好了 4 積德 請舉牌 8要6拿3 這也這麼簡單 這個不是已經 這個不是很新的題目了 這很舊的 這也太簡單了 不然我們來個加分題 看他們知道GG各代表什麼 有人會知道 對 GG的來源是什麼 讓他們寫寫看 GG的來源 對 是哪兩個英文字 為什麼會講GG GG來源 這個我問過 我們醫院的年輕護理同仁 但我忘了 他的解釋給我 他真的忘了 他有沒有人可以搶到這一分 哪一個 哪一個 到game over還是game什麼東西 G一個 game over他不會GG 就G over 對啊 對 完全不知道 當然不知道 五個都不知道 五個都不知道 如果有G符合應該是 Good game吧 Good game我們會完蛋 Good game是你很厲害的意思 是啊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很奇怪 不要被裝作榮醫師影響 其實剛剛 我覺得是答對了一半 因為他一開始就是在 電競的比賽裡面 然後比方說我輸了嘛 然後我就會打贏家說 Good game 就是GG 就是說你很棒的意思 我心服口服 可是這個被傳久的時候 大眾就有一點把 誤會以為是game over 所以就變成是完蛋啊 就結束的意思 然後就演用到現在 我懂意思了 因為Good game是GG沒錯 可是你用語言講 你GG了 就變成你完蛋了 完蛋了 對 真正的原意後來發展成 大家用講的就變成 就變成game over了 我們大家都獲得一分了 對 恭喜得一分 勇德升級雙席瘋狂送 全館商品任選百五松四 下單狂省兩千三百八十八元 買越多賺越多 趕緊搜尋勇德升級 第五題了嗎 好 請出題啦 第五題 其實就是在魚的身上 塗什麼啦 醫生在家會做菜嗎 這個... 一 二 三 四都有耶 對啊 因為你看媽媽 柴米油原醬醋茶嘛 沒有酒耶 可是古早都粗鹽耶 對啊 家裡都無鹽嘛 但是我們平常煮魚都沒有加酒 它塗得很少 它塗得很少 但是煎醋不會有酒味 對不對 我選米酒 可是我們兩個都是米酒 我們就米酒 我們年齡差不多嘛 米酒 我講好意思 為什麼是蛋黃 因為酒醋很容易就蒸發掉嘛 蒸發掉你不會 這個... 避免皮破 那糖是很容易就融掉 融掉黏到皮上 它又黏到鍋去會不會破 我有蛋黃是阻隔鍋 和魚皮中間的一個戒指 蛋黃煎熟了 皮就不會破了 是去廚房 後面是要會穿這蛋的 我跟你講醫生都怎麼樣都可以 想要一個道理 一定都通常都是錯的 你們會不會很後悔來講這個 突然變成... 突然回家 不是 甲薇講了有他的邏輯 我講的是我的邏輯 你知道嗎 其實因為你要讓它不黏的話 其實因為早期的 除了油要厚一點 最主要是那個皮膚要緊繃一點 讓它不要touch在上面 蛋黃有個問題 如果油不夠 它其實要... 所以我的答案是3 因為我們知道這種醋類 或者是利用那個osmolality 就是它... 然後才不會黏住 醫學角度了 對 醋喔 有道理 說得好 來 我是覺得 我的經驗是糖在那邊 它會不會黏得 像我們以前在做那個 麥芽糖或什麼 會黏得更黏搭搭 這個所以糖就把它槓掉了 那蛋黃 我在想說它蛋黃裡面 因為蛋白質 預熱會變性 那變性反而把都黏在一起 這是我覺得這樣 所以我一直在米酒跟醋 在這邊選擇選擇 那最後二分之一 我就選擇醋 他們講那麼多很顯 就是從來都沒有幫老婆下過醋 所以你終於不是好發揮了 對 因為像酒的話 是用來去腥嘛 假如你做魚一定是用 薑 蔥 酒去去腥味 所以那第一個是不可能的 因為那是去腥的 蛋黃的話是用肉的時候可以 蛋黃沒有 肉我們一般加蛋白 就是讓它肉質融化 比較軟 有點像滑蛋的 那醋感覺就不對 那為什麼 糖醋鯉魚怎麼不對 為什麼要選糖呢 因為糖其實你用高溫去煎的時候 它會焦糖化 對 那你吃煎魚 你不是很常看到魚皮都恰恰 就是會有一些類似交加煎煎 所以其實你只要抹糖的話 它油夠熱的時候 你下去它不會沾鍋 它其實會焦糖化 我的答案是 我的答案是 對 其實我們 會讓魚皮破 然後還有就是 下鍋的時候 常常會一直爆 就是有水分 所以剛才一開始 像瓜哥你一直說 為什麼沒有鹽這個選項 鹽因為是正確的 而且太容易讓你們答對 所以我們就把鹽這一次 剔除了 因為我們小時候看媽媽都嘛 而且抹鹽又讓魚味比較有一點鹹 所以比較好吃 比較入味 所以鹽跟麵粉我們都是常用 有些媽媽會用一點薄薄麵粉 就有點酥酥脆脆脆的感覺 所以老師意思是說 如果不想吃太鹹的就用蛋黃 對 那蛋黃其實就薄薄的 就是像用烤肉刷這樣刷薄薄的 在上面就好 這樣煎就不會掉比較 就不是以為是那種沾 就是薄薄的 然後為什麼 因為蛋黃它就吸了魚的水分 然後它一下鍋時 它就立刻凝固 就像一個保護層 所以讓它裡面的水分 其實就不會直接跟油接觸 就第一不會油爆 然後魚皮就比較不容易破 對 其實這件事情 很容易解決 你們大家收入都滿好 買一個不沾鍋就可以了 不沾鍋就解決了 所以怎麼沒考這個題目呢 大家還是用傳統那種 比如說不鏽鋼鍋或鐵鍋 就第一個 鍋子一定要夠熱 然後油要平均 然後魚下鍋我們常會 因為大家很怕 都是從邊邊這樣 咻 要給它滑下去 其實就是這樣 直接垂直的放 其實相對是比較不容易 就是魚皮比較不容易破掉 張老師剛剛講不沾鍋 是個問題 現在買不沾鍋安全嗎 我們常常說不沾鍋 裡面有什麼什麼什麼 其實不沾鍋 還是很多人喜歡 因為確實料理成功率 相對的高很多 尤其對一些新手主婦來說 所以如果習慣用不沾鍋的話 第一代是要選大品牌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不沾鍋 在使用時 千萬不要用一些什麼粗的 什麼菜瓜布去拿 甚至這幾年大家不很流行 用小蘇打粉來洗鍋子 小蘇打粉也不建議直接刷 因為它是顆粒狀的 多多少少還是會把它摩擦掉 那個表面的塗層 而且塗層只要有一點點的磨損 建議就把它換掉 所以用不沾鍋 真的就是只要看 它的不沾狀況變不好 或你很明顯露眼都看到 它有刮痕就一定要換 對啊 因為真的 大家不流行不沾鍋 我後來聽一個報導說 不沾鍋怎麼刮到最後那個 會有致癌的東西出來 對 確實是以前是不要擔心 所以使用時 如果真的還是習慣用的 就是使用保養上 要稍微留意一點 那鄭醫師煎魚嗎 以前煎過 但是因為煎的皮都在 鍋子 所以從此以後 我在廚房是變成只能當第一住所 第一住所 就是端盤子 對 比開刀還難 對 比開刀還難 那賈醫師應該是很清楚的 我很少下廚 可是你剛剛都答對了 對啊 你答對了 沒有 我只是用推理 對 我以為你煎過了 其實這個下廚 這個真的是不容易 不要看 我曾經碰過一個個案 平常上班時候 就太太起來做早餐 假日 假日就請太太休息一下 她下手幫太太做個早餐 要做什麼 做煎蛋你知道嗎 煎蛋煎煎煎也很帥 煎好之後就翻一翻 翻一翻 結果一次一翻之後 就翻到手臂上來之後 那個油 就翻一個蛋 對 有時候這個甩 不要看那個甩這個 甩這個蛋的翻面 有時候可能真的會甩出來 其實我們也碰過很多炒飯的人 在炒飯炒到炒飯 那個飯粒對不對 直接炒 對 炒了很多身上 就是那很多飯粒會出來 就她下了班之後 身上很多一點一點的 我看那個鐵板燒師傅最多 對 那個是油煎的 對 你看還有阿嬤那邊煎雨 煎到都是傷痕的 對 炸霧那種都比較容易噴 所以觸放其實是最危險的地方 真的 要小心 好 恭喜 假位醫師有一分 恭喜 來 接下來第六題 第六題 請出題 選擇題 請問要做生炒花枝這道料理 應該要到市場買哪樣食材 才正確 花枝 有限四種的 來 我們要買哪個食材 可以跟他逛菜市場 來喔 人客啊 來喔 我大概有答案了 這麼厲害 這麼快 哪一圈 但不一定對 我吃到了 這是一號 這是二號 這是三號 四號 對 好 哪一個是花枝呢 像我們在學校開刀 大家實習在那邊看 對啊 突然變得很專業的感覺 對 總要還是生活化一點 陳老師也要看喔 沒有 我真的好奇 看一下行不行 你不是來解答嗎 你來看一下 他也可以帶回家 1 2 3 4 來 請舉牌 三都猜二耶 真的假的 你們猜二喔 你們猜二嗎 真的喔 對 為什麼你們都猜二 三是烏賊嗎 三是烏賊嗎 因為我們去那個 市林夜市吃過那個 生草花的 然後它裡面就脆脆的 白白的 然後大大一塊 然後最後二跟三 我覺得二比較白 三比較黑一點 三是烏賊 那個要剝掉了 要剝掉 會不會剝掉 對 那個火要剝掉 剝掉 裡面比較白 而且炒完其實都是白的 對 對 對 所以炒完都是白的 老師 請公布正確解答 我們這裡有絲 我來絲板好了 第一個 第一個呢 沒錯 只是魷魚 毫無疑問 對啊 對 客家小草 魷魚 魷魚共享 第四個也很簡單 就是小管 就是小捲的小管 大概流行調小管 對 接下來 那我們就看瓜哥 先試這個我就知道錯了 到底瓜哥有沒有答對呢 答案是 刮子 就我答對了 那瓜哥你覺得二是什麼 那你覺得二是什麼 你們知道二是什麼嗎 等一下二是什麼 那我講一講看 二是花枝啊沒有 三是花枝 透抽 透抽 軟稀 透抽 不是軟稀 軟稀啊 軟稀啊是大的 軟稀啊是圓的 他就是透抽 對 只有我答對耶 好厲害喔 這是我最光榮的意思 對 透抽跟小捲 他們是一家人 他們是屬於鎖管類 通常小在15公分以下 我們就是說的什麼 修根 對 那比較大的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看的透抽 然後他們的特色 其實就是這裡是 比較偏那個菱形的 然後如果是魷魚的話 它其實就是 你看喔這裡有三角喔 對 但它是偏菱形 如果你看魷魚的是 比較偏三角 比較三角形 對 觀眾今天可以學一點 用心學一點就不會搞錯 對 三角形 然後比例上 像魷魚的話 它的那個上面的 旗的部分 比例也佔比較少 比較短 然後如果是像 那個鎖管類 就修根 透抽的話 它都會佔到快要 身體的二分之一 對 可是花枝為什麼 跟卵絲長得很像 然後花枝跟恩西亞 長得很像 但通常是身形 會比較不同 所以其實像是我們 如果是花枝的話 它會比較圓胖圓胖 那如果最好分的 就是把它拉開來 是裡面不是有個內殼嗎 或是花枝的是 像塑膠管 塑膠白色厚厚的 這個也有 小的也有 對 那其他的都是薄的 透明的 如果拉開來時就會發現 然後這樣還有一個特點 其實因為像花枝的話 上面的厚棋是分開來的 這個是分開的很明顯 腳長是分開的 這有一個尖尖的 然後可以考考大家 像都是魚頭竹缸 你們猜它有幾隻腳 八隻 八隻 他們其實是十個 十個 還有 為什麼 對 這裡還有 是章魚才是八的 這裡還有 還有小的兩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然後這個也算 對 十隻腳 所以你真的是叫民族說 你今天晚上想吃什麼 他可能講說想吃魷魚 你就買到透抽去了 對 我想吃花枝可能買到那個 那個魷魚或小館 所以根本你只要它分類 都不會一定 這個就是三倍中卷 對 中卷 中式中卷 其實剛才賈醫師說的 對 就是花枝 因為屋賊就是花枝 他另外的名字就叫花枝 對 就是花枝 學長 你對耶 還有墨魚 墨魚 對 都是我們說的花枝 而且它會變 它會像隨著環境變顏色 對 現在有人工飼養的 那天有介紹人工飼養 下次要考計生蟲 因為我們學計生蟲 就是我個人獲得一分 對 恭喜瓜哥 好 接下來是第七題 第七題 請出題 領取振興五倍券後 請問哪個不再使用範圍內 一 學達費 二 水電費 三 電信費 四 畫號費 你沒有領到五倍券了嗎 還沒 沒有 好新喔 這題目 請舉牌 我靠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我怎麼亂選 不對 我想要選這個 一樣 水電費 電信費 學達費 這有時候你必須要繳的 那掛號費你拿這個時候 我沒事去看個病 不用花自己的表現 感覺上跟它的設計的原意 就有一點距離 所以你們覺得掛號費 是不在裡面 我在想 因為最近已經領了 好像還沒聽到櫃檯在問 那療程可以用嗎 對 療程可不可以用 但他們都不適合 不知道 他們不是櫃檯 我在想 水電 電信應該屬於同一類的 那如果這可以的話 就變複選 所以這兩個一定不對 那學達費 我那一天有聽他們在討論 說現在已經開學那麼久了 你還要去找繳 學達該繳都已經繳完了 所以表示他也是可以的 所以就是四號掛號費 院長還是這樣 不是單程不想收 好 你選一嗎 學達費 因為我記得掛號費 好像是只是診所不願意收 但是其實是可以用 可以用 我覺得學達費是必要的 因為小孩上課他沒錢 這就必須要繳 那掛號費 你就生病了還不收 那我要用什麼東西 這一定能收 那太不合物能勤了 所以一跟四是一定能收 至於說水電費跟電信是同一個 沒錯 但是水電費呢 你家裡必須要用水電費 但是電信你可以不用打 那就... 消費的嘛 手機費是嗎 對啊 那是要用嗎 你之前有講過啦 3C財民 不過我說真的 我昨天要去繳 手機電話費的時候 他不熟 你看到沒有 他真的不熟 真的是 我們就是沒腦袋 謝謝大家 謝謝 所以正確答案到底是什麼呢 瓜哥又獲得一分了 謝謝 答案其實是2 說在五倍券的官方網站 有寫有哪些東西是不能收 像是 境外電商的網購不收 還有一些規費 像什麼繳罰單 還有什麼健保費 這些不收 然後水電費也不收 然後還有繳稅 然後還有什麼 拿去買股票 這樣子也是不行的 那大家會說 那為什麼水電費不能用 那電信費可以 因為電信是民營企業的 所以像我們那個 第四台的錢也可以 然後或者繳這個手機的電話費 其實也可以 然後或者是像 我們的天然瓦斯 不是其實也是民營的 所以天然瓦斯 然後瓦斯費這些都可以 這也不合理 你再怎麼樣 水電是你每天要洗澡開燈的 你可以不用打電話 你不用打就好了 那他昨天為什麼不收我 兩千塊他不收 其實是要收 然後學雜費 像補習班這些 其實照理政府是說都可以收 你看他們 原來可以不願意收 我不是今天上了一課 對啊 差一點 不是 這個全部共骨 所以真的 全部共骨 太難了 太難了 死殺的很兇 這個 我也會猜是三 來 第八題 來 請出題 選擇題 請問在糖水中加少量鹽 味道嚐起來會怎樣 一 更甜 二 變苦 三 變鹹 四 變色 請舉牌 來 這個比較奇怪 這也比較淺 那其實太簡單了 對啊 那個以後 不能偷看別人的 加了鹽 這醫師 糖水 偷看他瓜哥的 你看 平常他講解醫理 都很厲害 真的 為什麼會加鹽 有沒有更甜 完全不知道道理 舉最快是假醫師 其實他的偷偷摸摸 沒有 因為從水果的概念來講 你說水果加一點鹽 它其實反而會更加鹽 可是它是糖水 這個就賊賊的 搞不太清楚 以前 我們的確是要讓西瓜變更甜 我們會沾一點鹽 我們放一點鹽下去 然後就吃一點 我那時候也搞不清楚 我在想說是不是在欺騙我們的味覺 我是覺得好像就是 加在甜的東西 加一點鹽巴 會好像有點提味的作用 所以反而會有一點反甜的 所以我想說 就選更甜 另外是說 我突然答的答案 我就想說 要死大家一起死 跟這個經驗一定要全錯 合理 對 大家就想在一塊兒去 西瓜加鹽巴對不對 它是糖水 請公布正確解答 其實答案確實就是 1 跟它一樣 最經典的就是 我們西瓜會撒一點鹽 那其實它其實就是一個 味覺對比 你就覺得那個甜度 會更被提升出來 其實現在有很多食物上面都有 比如說 海鹽巧克力 所以它加一點海鹽 你就覺得它的甜 然後 而且不是那麼死甜 還有什麼海鹽奶茶 這也常常有 然後還有就是 大家應該去日本 喝過紅豆湯 都會給你一個昆布很鹹 在旁邊 第一讓你覺得不會 吃得那麼甜 而且它其實可以 把那個甜味給帶出來 那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做蛋糕的時候 它會加一點鹽 還有一個目的 就是如果加很多糖水 會吸太多水 會破壞蛋糕的結構 如果它就加一點點鹽 就讓我們不用加那麼多糖的狀況下 還是能夠把那個 該有的甜味給帶出來 但是他們也有做實驗一個比例 就是在料理上面發現 如果鹽加到頂多是百分之五 其實效果會最好 再多加其實就是 吃起來會有點這樣偏鹹的感覺 你會看到很多的料理 它糖跟鹽都要一起走 尤其是中餐都一比一的比例 其實它目的也是為了讓它的後韻 可以更加的不會那麼單薄 對 它做美食的嘛 對 它會吃起來 會多一點豐富的層次感 恭喜喔 我們暫時領先 今天最後還有兩題喔 最後贏的人可以贏下 所有的通告費喔 這樣子我也要跟你玩 我比較還不來好嗎 對啊 真的 但目前你是領先喔 對...所以我願意犧牲沒關係 不是分數月低的人得獎嗎 對... 來 第九題喔 好 第九題請出題 選擇題 下列哪些行動支付的操作方式 為在POSE機避下即可 什麼 1 Line Pay 2 接口支付 3 PI錢包 4 Apple Pay 等一下 這個好難喔 好 隨便猜 真的隨便猜 你猜的 你猜的 我早說應該抄他的 Apple Pay喔 就這個名字只有這個名字 你用過 其他都沒用過 你用過 你有沒有用過 就這個名字覺得比較 我用Apple手機嘛 對 對啊 我還真沒用過 對 沒用過 用過 因為我是用Apple Pay 可是我不知道什麼叫POSE機 可是我用Apple Pay 就是要FORCE就逼一下 就逼一下就去結束 對 到餐廳逼一下就結束 對 他如果有收 他有收Apple Pay的話 就逼一下就結束了 對 這個可能張院長比較年輕 有用過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 你那個臉都很知青 我知道POSE機是那一台 結帳的螢幕才叫POSE 對 結帳系統 對 因為那個就是一般 小吃店都會用的 但是他說POSE機 一般我們逼是逼那台刷卡機 那Apple Pay是真的就是 逼一下就 就是按兩下 然後就臉不辨識 你就逼一下就可以 那我覺得LINE Pay 接口跟開錢貓 應該是要刷條碼 之類的東西 保安醫師怎麼辦 我的原因是因為 LINE Pay是比較晚出來的 通常比較新出來 會更新前面的東西 而且如果他直接選Apple Pay 太普遍了嘛 所以我覺得太LINE Pay 通常就比較簡單 所以就簡單 對 我是常常看到 接口支付 對 對 接口支付也是買新的 但你選3了 不是... 不是... 我是... 我是要選2的 我剛剛選2 我剛剛選3 沒有... 我要接口支付 沒有... 那我們就趕快 聽解答到底是什麼吧 什麼 當然其實就是Apple Pay 對 都舉個2 3都沒用 對 所以才讓你換答案 因為其實它1 2 3 它都是像剛才張醫師說的 就是有一個碼 然後要碼就是店家 它掃你的那個碼 或者是你的手機去掃它那個條 那個QR扣 QR扣 然後這樣付 都是掃碼的概念 然後只有這個是用B的 剛剛本來說 今天冠軍要贏一下 所有通告費 但是今天大概雙方都不願意 現在戰況滿激烈的喔 好 最後一題了... 最後一題了 關鍵喔 最後一題喔 第10題請出題 選擇題 請問哪個樂團 現任團員人數最多 1 831 2 5月天 3 餘丁蜜 4 告五人 什麼叫餘丁蜜 這你們會知道嗎 你一定知道 對 蘇達蜜 清風啦 對不對 請舉牌 瓜哥應該比我們懂多了吧 對 瓜哥應該是知道的 對啊 準備亂猜 會是有些人會出門 還有831喔 還有告五人喔 答錯就答錯 沒關係 不是啊 那個 我以為你會說八個人 我以為你會說八個人 可是五月天大家知道 這五個人嘛 對 告五人沒有到五個 沒有 沒有 告五人我知道 餘丁系是清風嘛 對 清風也沒有到五個啊 他的樂團喔 他是主唱嘛 我們還是五月天 好 來 因為我只有聽過這個團 對 其他這三個都沒聽過 對 一定是清風來改的 那至少有五位啊 其他告五人可能騙我們了吧 那就寫個告五人 這都台灣的團 沒有韓團 我知道我也只叫五月天 對 因為我知道還有一按三四 還有四五個人 五個人 我是負面指標 對 所以我猜 告五人沒有 告五人沒有 那選擇三的 張院長 我記得那個叫 蘇打率我印象以前MT 好像人滿多的 是嗎 我印象中 以前去Kelly會唱 我會唱 我會唱清風的歌 真的喔 你唱清風的歌 清歌嘛 東區東區我也會唱 那我只會唱五月天的歌 其實拿這個牌子 可以代表一個年紀的 真的耶 來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解答是 其實是三個那個余丁明 他就是以前的蘇打率 然後他有六個人 他有六指 對 他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像我們五月天跟八三一 都五個人 然後告五人 反而是三個 然後大家會說他為什麼 叫告五人 是因為他們當初要取團名 是很有意思 他們就在一個公布欄前面 就說我們就盲指 一人指一個字 然後就指到什麼字 就變我們的那個團名 一個指的告 一個人指的五 一個人指的這樣 還沒有寫到告死他 我是被告五人 八三一的團名也滿有意思 八三一是因為八月三十一 是暑假的最後一天 所以他們就以這個為概念 而取了團名 那五月一天其實就是 瑪莎在BBS裡面的那個 May Day那個名稱 最後獲勝的是 張正榮跟張院長 好厲害 怎麼這麼轉賺 沒有啦 後面那幾題都出 跟年齡 有關係 你看 我雖然在綜藝圈 我都搞不清楚誰 因為他 你現在沒有綜藝節目 對 以前都常常上節目 我知道 打歌 現在根本就很難 今天謝謝各位醫師 生活長長 謝謝 不過今天內容的時候 大概有一點收獲了 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大家